你在这儿翻垃圾吃啊 小伙子 这么小 你是跑丢了 还是被人丢了呀 身上这么脏 看这样子好像是被人抛弃了呀 身上脏得很 刚刚发现他的时候 他还在那儿翻垃圾吃 这大过年的 你一个人在外面跑什么呢 看看 瘦得皮包骨头的 要不要跟我回家呀 小伙子 来不来 他好像不是很想离我 先把他带回去 估计都是没人要了 瘦得很哦 先养着 如果有人找他 再划回去也不吃 把他带上楼顶了 他好像有点害怕 小小的一只 舒服吗 这样子有点乖哦 他好像是真的饿了 鸟凉都舔来吃了 来 给你先喝点水 今天也是蛮热的 不喝了 他肚子还在叫 给你弄吃的 在这儿等我一会儿啊 马上就来 来了 来了 拿去喝吧 快 狗粮搬家的时候丢了 不然给他泡点狗粮 吃起来更舒服 舔了几口 他好像对这个 不是很感兴趣 应该是想吃点硬货 因为他在外面流浪嘛 都是到处捡东西吃 行 我有办法了 不过咱们先不着急哦 这么脏 还得先洗个澡 呀 这身上是真的脏 而且特别臭 你们只是看视频 闻不到而已 我这儿能闻到 好了 洗完了 先擦擦水 然后咱们用吹风 给它吹干就行了 不急不急不急 都是你的 洗了个澡 看起来漂亮多了吧 其实人家身上的颜色 是白白的 不是灰的 现在看起来就好看多了 给他买了一根 这个鸡肉味的火腿肠 这种在外面捡东西吃的 你给他喝来 他喝不来 他就要吃这种东西 是真的饿了 大口大口的吃 不急 全都是你的 小心 小心点哦 别噎着了 一坨都被他抢去了 小心点哦 小伙子 呀你就这样吞下去了 我去 本来我以为他吃半根就差不多了 结果这都吃到第二根了 马上吃完了 呀 这是饿了多少天啊 我给掐 给掐了 掐成一小块小块的好吃一点 好了没了 下次再吃了 这两根差不多了吧 快来倒点水给你喝 洗完澡以后好看你啊 吃饱就睡吧 这里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哎呀 哎呀 哎呀小子 你干嘛哟 这怎么还流眼泪呢 嗯 好了好了 没事了 以后咱们就不流浪了啊 乖乖睡觉吧 以后这就是家了 怎么办朋友们 我发现这小家伙好像耐上我了哟 本来想着晚上让他在笼子里睡 这样的话就不会在家里随地打小便了 结果刚刚把他关进去一秒 他就开始叫 这是你以后住的窝呀 怎么了 哈哈哈哈 不满意啊 实在是没办法 还是只能把他放出来了 不然这样叫下去谁都睡不了啊 来嘛 睡我旁边 这儿 在这睡着啊 不许动了 你们看 生气了 跑鞋子上去睡了 还对着我翻白眼 呵呵 这小狗好搞笑啊 昨天晚上生我的气 好像今天起来他就忘了 还是要跟着我跑呗 上来啊 呀 瞧这样子好像还没有气过呗 来不来 你不来我走咯 悄悄躲起来 看他来不来 呵呵 还是没忍住啊 挺乖的 看到我走了 他还知道着急 立马就跑上来了 这是我大年初一捡到的一条小狗 看到他的时候 他在饭垃圾吃 由于是初一天捡到的 所以他的名字叫 来福 没想到吧 不叫初一 回家的时候身上特别脏 而且还有跳蚤 给他洗了个澡 驱了驱虫 但是好像身上还有哦 今天太阳这么大 再给他洗个澡 身上跳蚤 稍微比 剪刀那天要少很多了 本来我想把毛给他推了 但是这么小 好像推了会很冷哦 家里又没有狗穿的衣服 就只能趁天气好的时候 多给他洗两个澡试一试 看会不会好一点 而且我给他买了 这个体外驱虫的哟 好像还是有一些效果的 来 搞点沐浴露 第二次洗澡 他还是不能接受 特别害怕 咱们给他搞快一点 又看到一只跳蚤 今天比剪刀 他那天已经少很多了 那天洗的时候才是多得不得了啊 马上好了 还没清洗干净的 他就想泡了 看你身上多脏 这个水都洗浑了 这不又漂亮很多了 不得不说 今天的天气是真的好啊 这晒了几分钟身上都干得差不多了 完了 我好像又得罪他了 他现在都不想睁眼瞧我了 哈哈 难道这就是养狗的快乐吗 这么有个性 小手这么滑 用的什么护手霜啊 摸一下 这么小气 是不是生气了吗 看看 看看 小伙子 还挺有个性的啊 什么表情全在脸上 跑着是太阳来了 难怪我在家里叫他没看到狗 小日子过得挺悠闲的啊 自己跑着来享受来了 来握个手 快来 你好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你好 别有 前整天才洗得澡 你看你这一身哦 全是灰 说他他还不高兴了 这狗子挺好玩的 走 带你出去溜达一趟 去不去 来扶 走 我就喜欢看他这个 犹怨的小眼神 给你们看看 快来 走出去溜达呀 我走咯 不出意外的话 他应该是 马上就要看我走没走了 看吧 他还没说完呢 走来扶 来扶 走呀 带你出去玩呢 今天就让他当我保镖了 不然一个人下光 好像也是挺无聊的 顺便出来扯点草 拿回去喂拿两只荷兰猪 走来扶 这种他们应该也会吃吧 好多呀 这一块土全是 哎呀不能吃啊 出了 不能吃 不能吃 这小子 这哪里冒出来一刨干的呀 这狗鼻子就是零啊 还去 不能吃了 他居然还凶起来了 这烧不注意还看不到 都被他找到了 都给不了吃 还去 走了走了走了 草我都不扯了 呀 这小伙子 这个味道简直让他疯狂呀 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疯了这狗 走 这怎么了 还塞了脸在牙缝上啊 呀不能要了 天天好吃好喝供着 他还是要去捡屎吃 搞不得 走了 好像还有点意犹未尽 他又转去找了 他应该觉得初次尝试 味道还挺不错的 刚刚我去车草去了 我说他吃什么吃得这么香 走近一看才发现石头凹里 都已经干了 看到没 他还在找你 来吃根草 树一下你的狗嘴 还想回去找 我要走了哦 最近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 我都穿两拖鞋了 天天都是二十几度的天气 快点嘛 这小短腿 跑不过我 走呀 看我 哎 这不就过来了 来 跳 哎 真棒 我发现好像所有小狗都是这样 都特别喜欢黏着小朋友屁股后面跑 这是为什么呢 从捡到来福开始 最近这段时间基本上天天都是他一个人在家里 从这个幽怨的小眼神就能看出来哦 他对我的意见好像确实挺大的 今天也是终于有时间了 咱们把他带到楼上来玩一会儿 外面刚下过雨 到处都是湿的 只有楼上比较干一点 来 来 我们摸摸 嗯 手感还挺不错的 刚回家的时候身上还有跳蚤 给他去了两次虫 现在身上好像已经干净了 这狗嘴是不是痒啊 要不给你买个球 路不开吧 都没怎么陪他玩 瞧着开心的 就一直跟着我跑而已 哎 这小短腿 好像还是个泪拔哦 去捡了个小朋友过年晚的这种鞭炮壳子 生怕我抢他的一样 叼到一旁眼就去了 来 干饭 还想起来好像今天还没喂他 肚子吃得圆固固的 比我刚捡到他的时候胖多了 这就是我刚把他捡回来的时候 看看那时候 好瘦呀 而且我碰到他的时候 他在饭垃圾吃哦 一点点大 自己就开始出来独立生活了 不知不觉就养了半个月了哟 看看现在 看起来可爱多了吧 这屁股肥的哟 这种小狗瘦不瘦 其实一摸就知道 摸他的背就知道了 瘦的狗摸起来这个手感都不一样 而且现在这个身体比例 所以看起来就正常了吧 见到他的时候头还比身体大 调皮 真的是越看越像头竹 这胖的不是一心斑点哦 该不会是基本上没怎么带他出去玩桃制的吧 天天在家吃了就睡 睡了就吃 长这么胖去了这家伙